Hello 畢基道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 周一 4月10日 表示 世界銀行已經將 2023年全球經濟展望 從1月的1.7% 小幅度上調到2.2% 恭喜大家 世界銀行 世界經濟由1.7% 升到2% 為什麼呢? 但是現在的情況 比2022年的強勁增長 都是放緩 加劇發展中國家的債夢尼基 馬爾帕斯表示 上升的增長預測 原因來自於 有關我們祖國 偉大祖國 疫情後的經濟復常 推動經濟前景改善 值得鼓掌 該行 指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 又會升 升到5.1% 升到0.1% 而該在1月預計 中國的增長率是4.3% 此外 包括美國和歐洲 在內的發展中國家 經濟體 目前的表現力 都優越於世界銀行 在1月的預測 是不是可以 不過 通常都是這樣說 不過 馬爾帕斯也警告 銀行業動盪和又加上漲 可能會再次為 2023年下半季的經濟增長 帶來下行壓力 銀行的資產 錯配問題 將需要一段時間解決 錯配的行為 亦都會 銀行 可能因為這樣 而收縮 對這個企業的信貸 令經濟增長放緩 大家 聽這些報告 不如不要聽 為什麼呢 過了第1Q了 大家都喊好的 就繼續喊好 大家喊壞 就繼續喊壞 但是作為這個世界銀行行長 又是關中國的事 因為現在中國厲害的復收 所有都是這樣說 就應該全部都會這樣說 但是有些不是 有些實際數字 例如 出口 和進口的貨運公司 全世界最大的馬市計劃 不是這樣 沒有強勁復收 為什麼你們經常都說強勁復收 第一 第二 真的沒有強勁復收嗎 我們這些小市民不知道 究竟你們堅定留 大家是不是亂給這個information 都是過份樂觀 中國是不是真的禁警察 可以帶動所有的問題 喂 基本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俄羅斯戰爭繼續打 油價上升 金價又上升 喂 經濟的活躍度真的放緩了 這些大家估算得到 從一個基本面來看 你大病了一場 三年 三年而已 喂 病了 會不會突然之間快速復償 不會的 怎麼都會休養生息 但是現在大家都 又動肝哥了 為什麼動肝哥 我叫你不要搞啊 這個就是底線中的底線 紅線中的紅線 台灣問題 喂 繼續都是台灣問題 又圍堵三日了 剛剛才圍堵 圍住台灣島 大家不會覺得有問題的 因為這些是 每次都是這樣的 圍就圍 他沒有射他 對 合理的 但是這些會不會影響經濟 是 難道我們偉大的中國 一路做這樣的行為 都不會影響人家投資者的信心 我就真的不忌到完全不相信 不過人家世界銀行行長說 沒有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說 世界銀行行長都說沒有問題 經濟就沒有問題 不是的 自己感受一下 我們如果身處香港 走出去旺角 走出去這個 這個 油麻地 向著這個 尖沙咀 兜個圈 跟著再過海 向這個銅鑼環出 跟著上金鐘 再上中環 喂 真的沒有什麼遊客啊 還有很多舖子 經濟活力很弱啊 陳茂波就突然之間說 當然是弱啦 第一二三季 第四 不是第一二三個月 第二季可以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會震興這個經濟 因為我會被這個 這個 復償的 我們有這個 消費券的 可以的 去到五一 很多國內同胞來香港 所以大家 歡天喜地 拍爛手掌 香港回歸了 香港現在反彈了 香港回到國際中心 的中心了 可以的了 講一下就可以了 現在真的講一下就可以了 講一下就當做了的了 大家 記住 努力向上 天天想一下 天天講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多謝各位 繼續支持北基道 點讚訂閱